五一期间 海军陆战队母驴组织战备分队 围绕青角 抓捕 营救等科目 展开实战化战备演练 提升陆战队员快速反应 应急作战 协同配合等各方面能力 随着演练命令的下达 陆战队员们迅速登车 向目标地域出发 此次任务是青角 军队内敌残存的有声力量 抓捕 重要目标 解救 被困人质 同志们 准备行走 接受任务后 封控组迅速封锁各交通要道 切断敌人后路 狙击组根据地形建立多个狙击阵地 密切关注目标区域动向 突击组隐蔽突入 使用穿墙雷达 窥探镜等多种手段 确认房间内情况 随后对隐藏其中的匪徒 时时倾角 与此同时 另一组特战队员针对模拟套房内 带有多名武装护卫的肥手 所实施的抓捕行动 也在展开 陆战队员突入房间后 迅速歼灭客厅及餐厅的武装护卫 在队友掩护下 破拆抱破手对卧室房门进行破拆 成功抓捕肥手 在某大型模拟会场内 突击队员在营救人质的过程中 遭遇敌人突然袭击 被判重弹倒地 面对特情 队员们冷静处置 对伤员进行快速处置的同时 沉着作战 最终尽速消灭匪徒 成功营救人质 感谢观看